琼海市阳江镇是红色娘子军诞生地 也是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烈士的故乡 海南省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小学 海南红色娘子军联红军小学就坐落在这里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 红军小学以红色教育为特色 不断丰富校园红色底蕴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第三板块的主题是 王文明爷爷等先烈生平事迹 正在讲述琼海革命历史故事的 是海南红色娘子军联红军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学校在校内设置展览馆 定期开展琼海革命讲解活动 邀请学生当讲解员 充分参与其中 让孩子们更深入地了解红色历史 传播红色文化 我们知道了许多关于红军革命的故事 我们还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们会努力学习 将来报效祖国 作为红军小学 学校以红色元素打造校园文化 通过宣传栏 黑板报 唱红色歌曲 讲红色故事 举办红色主题班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传承革命优良传统 同时将红色文化教育 融入到日常课程中 我们还依据当地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的编写了 我们自己的具有特色的红色教材 让这种红色的文化 深入到我们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去 我们的市政课向学生们 就是宣讲这个红色文化 红色精神 让学生们敏击历史 缅怀历史 近年来 学校还开展 家校共建 让孩子们有机会参加丰富多彩的校外实践活动 在家长的支持下 学校组织学生参观红色娘子军操练场 江南村白水桑等革命就职 参加革命训练营 开展军事训练 足法慰问敬老院 老战士 先列后人 邀请红色阴谋 做红色经典宣讲报告 一系列长期开展的活动 让学校的红色底色更加鲜亮 也开创了崭新的红色教育模式 我们主要是立足于本地的特色 进行多样式的活动 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注入更多的红色文化 以此能对我们的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不可相信 我们的孩子之后 我们的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希望遇不为 anybody的孩子进行爱国主义 作证害我们的孩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